还记得他吗 在国道一号半路拦下 四辆大车学长 甚至还气到出手 爆锤货车的挡风玻璃 也不管身边的太太一直在劝 谢奋丸就开车落跑 夸张脱续的行为 经过了几天 这名男驾驶被逮到了 经过了八天 警方到男驾驶的藏匿处 将人逮捕 是一名28岁的泄气男子 而且还意外发现 他是名通气犯 25号凌晨一点多 他载着太太 行经国道一号北上189K处 谢信男子向警方公称 是因为当时遭到 后面的大车长按喇叭 按到他理智线断裂 但搞不清楚 是哪一辆车按的 就认定路上的大车 都是一伙的 随便找一辆来算账 不止沿路蛇行还逼车 而其他的大车也不爽 双方就在国道上互相交进 警方补充 谢信男子当天开的名车 登记在太太名下 几个月前他才被通气 期间还怕被逮不断更换住处 结果却因为在路上被按喇叭 沉不住气 让自己被警方盯上 行踪扑了光 TVBJ重宏一鲁 我是台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